我说鸟类洗澡是跟鸭子学的 你们信吗 不信你看它们两个在干嘛 还真有这回事 这两只小鸟正在岸边观察鸭子游泳 不知道是出于好奇心还是本能的驱使 我看它们两个已经在这观察了好一会儿了 而且看得非常的入神 我真害怕它们跳下来和鸭子一起游 那可就完蛋了 吓我一跳 扑通一下我以为它们跳下来的 原来是抠仔 其实小鸟本身就是特别喜欢洗澡的 但是这两个家伙还没有洗过 由于它们出生不久 就是被我们收养长大的 所以并没有鸟妈妈教它们 可能是从鸭子游泳中它们得到了启发 这里有一点水迹 它们跳下来了 开始摆动它们的翅膀 当然小鸟游泳并不像鸭子一样 可以直接在水里面游 因为身体构造的原因 它们的羽毛并不像鸭毛一样可以防水 如果跳在水里面很快就会打湿 小鸟一旦落水就会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它是游泳 只能说它们在洗澡 你看 它们就是通过这种羽毛煽动的方式洗澡 给它开点水 一下就冲湿了 差点栽了个跟头 水稍微深一点 它们的羽毛就一下湿透了 果然笨的始终是笨的 那只还在上面看 聪明的这只就通过鸭子游泳 自己就学会了 那个看着它在洗 也跳下来了 总算是开窍了 再给你们开一点 看样子出水口洗了才过瘾 羽毛湿透了 飞不动了 一游未尽的样子 我已经把水关掉了 看样子第一次下水体验还不错 还不愿意起来 这一只已经开始梳理它的翅膀了 毕竟它们两个还小 所以不能让它们洗太久 飞不动了 变成跳跳鸡了 只能满地跳 真是两个心影不离的小家伙 来吧 给它们抓起来 放着晒太阳 有你 去吧 马上就贴在一起了 今天的太阳特别大 大家也不用担心 很快它们的羽毛就会晒干 崭新的两只小鸟出来了 洗过之后果然变漂亮了 看一下 基本上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学会了新的本领 两兄弟好像特别的高兴 互相在说着什么 反正我也听不懂它们讲的什么鸟语 多半是互相炫耀一番 吹吹牛啥的 还真是有模有样 这吹牛的样子还挺认真的 动物有很多本领 都是刻在DNA里面的 所以一旦受到外界的启发 即使没有父母去教他们 他们也会自然而然的学会 这一旦就会晒干了 就会晒干了 就会晒干了